其實我之前曾經經歷過兩次的換房 我就感受到 這個房子如果沒有經過很好的設計的話 它其實沒有辦法滿足我 基本的日常生活的一個需求 加上我有兩個小孩 我會希望他們在生長的過程 不要有太多的妥協 就是說小孩房一定要夠大 大到長大都還可以使用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公共空間的部分 可以放下很多很多的書 這間房子它本身是一個26坪的裝古屋 然後它的格局是三房兩廳兩位 在這樣的平數的限制下 然後如何讓屋主一家四口都可以住得舒服 而且並且兼具機能還有美感 這是我們這一次最大的挑戰 在玄關的設計上 我們使用了六角磚跟木地板去做拼接 區隔出一個玄關特殊的感覺 機能鞋櫃放了通風口 這樣就可以不用擔心鞋子放在裡面 有不通風的問題產生 那因為屋主他會有在家工作的需求 但他又希望他的書桌跟小孩子 是在同樣的空間裡面 那我們利用玄關的機能櫃後半邊 設計成書櫃滿足他想要放書的需求 讓他在工作之餘 也可以照顧到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個物件是在大馬路的旁邊 所以其實本身如果窗戶打開的話 空氣品質是不佳的 所以我們就裝了全熱交換器 那全熱交換器因為它本身會有 系統上安裝的一些限時的考量 所以我們犧牲掉的玄關跟走廊天花板的高度 反而可以讓公領域跟臥房的高度更增高 增加整個空間的通透感 電視牆本身它是可以左右滑動 那它的後方都是整個書櫃的設計 然後我們的電線是埋在我們的電視牆裡面 但是我們在動的時候電線是不會動的 以確保整個電器使用上的安全 在跟屋主會談的時候 屋主其實希望說整個空間的配色上 希望是很舒服的 然後讓他回家可以感受到很放鬆的 所以我們就利用了書房 還有沙發區域選用了一個很寧靜 很優雅的灰藍色 靠近電視牆跟餐桌側選用特級白 這樣子的效果可以讓整個空間的調性 是安靜的 沉穩的 可以讓居家空間是感到放鬆的 我相信很多屋主看到了之後會覺得 哇 有小朋友怎麼敢用白色 天啊 一定很容易就被畫髒了 或是弄髒了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強調 白色是一個很好養護的材質跟色彩 因為不管說未來是髒屋 或是小朋友塗鴉不小心畫到了 只要拿著同樣的顏料塗刷過一次 其實它就可以回復到 我們剛裝潢時很新的模樣 所以我們在交屋的時候 保留每一個空間 像白色 灰藍色 它的色號的器官 它未來在使用上 也可以自己很輕鬆地把它塗刷過 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養護 其實我們平常並沒有開火 所以其實也沒有餐廳或是餐桌的一個需求 可是我們後來想想說 還是希望給小朋友就是 可以在餐桌上面用餐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最後決定在這邊放了一個精緻的小餐桌 那也可以看到說這個小餐桌旁邊延伸的是一個餐櫃 那這個餐櫃對我們來說其實非常的實用 做工又非常的精緻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家的女主人很喜歡的一個部分 廊道的右側空間是男孩房 男孩房的屋主是一個四歲很可愛的小男孩 我們當初希望用一個藍色宇宙 然後充滿理想的一個想法描繪這個空間的設計 我們設計了標準的書桌跟衣櫃還有書櫃 其實以現在這個年紀來想是還用不到的 但是我們先把它規劃進去 那也讓屋主未來的十年可以不用花心思跟力氣再重新設計跟裝修 在廊道的左側鏡頭是女孩房的空間 我們一開始有問妹妹說你喜歡什麼顏色 我們才知道她喜歡黃色 並且發現她其實很喜歡手作 所以我們設計了很大的書桌 還有大型的書櫃 讓她可以未來在機能上非常好的使用 其實每個小女孩都有很多很多的秘密 不想要被爸爸媽媽發現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就特別在女孩房的設計上隱藏著床頭櫃 希望她躺在床上的時候可能是滑手機啊 或者是寫日記的時候 有一個很私密可以不用被打擾的空間 在主臥室格局上的調整 它本來有一個小型的更衣空間 但我們考量使用上並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把牆壁打掉了 然後做成一個通透拉長L型的更衣收納間 床頭版的顏色 我們選擇了跟沙發背牆一樣的色系 讓它產生整個空間的遺體感 也讓屋主回到房間能夠享有放鬆的感覺 過往就是換屋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要面臨非常非常多生活上面的一個妥協 這個妥協其實我會覺得說 專業的設計師 他真的可以在空間的利用上面 可以圓圓地超乎我們的一個期待 或是我們的一個想像 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說 整個房子的置物的空間其實是非常大的 可以滿足我就是要放很多數的需求 那小孩子的房間 它其實是有一個趣味性在的 然後它的機能上面也都是完備的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機能跟美感上面的一個兼具 其實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所以此時此刻 我在這個空間裡面的感覺 好像在夢境一樣 它對我來說就不只是一個家 也是一個藝術品 每一個設計的環節都是很重要的 包含是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非常的重視跟師傅或廠商們 在工地現場的互動 然後有時候其實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師傅都是比我們更擔心更害怕的 所以我們要讓他們放心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也因為這樣子跟師傅之間累積了很好的默契 不管是時間的掌握或是品質的控管 靈體之間的維護 其實都給了我們最大的加分 我們的風格很喜歡選用留白 留白這一個想法是源自於日本的 Wabi Sabi 差跡的美學概念裡面 我們現在的生活其實都 背著手機的訊息 電視的訊息 太多太多的訊息追著跑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讓我們自己停下來 所以我覺得留白很重要 給我們自己一秒鐘 十分鐘也好 就是靜下來吧 就是什麼都不要有 只有自己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生活 沿身的恐怖 也好 沿身的失勤 我最好 也好 感谢观看